他當然很清楚 王永威了解 他欠缺的就是正當性 這所謂落跑 其實都是他自己先解讀嘛 他也預先打預防針 對 他第一天就說 我不可能參與補選 我才沒那麼不要臉 我說第二天說我臉皮沒那麼厚 後來就說因為三大 國民黨三大重要領導 什麼馬英九 朱立倫 還有蔣萬安勸他要選 所以他才不得不選 所以他這不是落跑 他這個是不得已的 這個是有理想的落跑 是為了 講一個是很有使命感的落跑 重點是選民接不接受 其實這個事情會這麼複雜 我覺得其實是蔣萬造成的 為什麼蔣萬造成 蔣萬的無能超乎想像 你知道他辭掉立委選市長 這很重大的動作 通常都是你就職權辭掉 假設蔣萬安是個頭腦正常的人 他應該十二月二十四號他辭掉 他第二天就職 那補選就會在三月 王宏威就會二十五號跟他一起就職 哦 你說他那個時間就會延長 他們比較能夠去安排這些 對他就有一些 而且從一開始的浮選他就以市長來浮選 那現在他只是個當選 那王宏威出現一個問題哦 現在投票是一月八號 王宏威落選以後 他他在選舉的過程他不可能 他會不會十二月二十五號跑去台北市議員宣誓就職 不可能 不會啊 當然不會 被人家罵死了 對 都已經在進立委你去確實 那一月八號王宏威可以落選 他落選以後他在一月補宣誓他還是議員 那議員可以三個月以內宣誓就職 他就是議員 王宏威說或者說大家要求 那你就辭掉議員 你不能辭 你要先宣誓就職才能辭 你還是要有宣誓就職的這個動作 所以他沒得辭 你沒得辭 你怎麼辭 你只能不宣誓就職 那你就是保持一個彈性 所以你可以落選 你落選以後回去還是議員 那如果宣誓再辭 那對選民來講 你把選民當成什麼 而且他一辭 馬上一個人補上來 就是國民黨很痛恨的 好像叫吳敦 國民黨讓給他 所以這個講話亂辭職 所以飯桶一個 超級飯桶 你要辭跟黨要商量好 你辭在什麼時間點 抓什麼時候補選 然後到底誰要選 那個人才有時間簽戶口 他突然間一辭很多人都沒有時間選 對 軍選如果照你剛剛講 那也不是講完一個問題 因為講完要辭的這件事 在他那天在市場掃的時候 就被賭麥說他要辭 到他正式送出那個辭程中間還有幾天 甚或在他被賭麥 因為他在市場被賭麥以前 他來我們節目專訪的時候 我們就問了這個問題 因為大家那時候都瘋聞過他要辭 我的意思說這時候黨中央就應該跟他講說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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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灣投入臺北市場選舉 第一天國民黨就應該要 除非你覺得蔣灣不會上 是不是 國民黨從上到就說這不會 賭掉賭掉 他應該會居當立委 不用佈局 有這麼荒唐的嗎 對對對 就要講 因為我們那時候就昨天在節目也講說 你應該是從一開始 因為蔣灣是五月 他是最早對國民黨徵兆要去的 五月開始你就應該要佈局 沒有 我說就算俊建長那個辭不辭 你也應該在那以前黨中央講 不是你要辭就辭 你讓我們把那個時間盤算一下 好但不管 現實現在就是這個樣子了 所以那你應該要開心 不是嗎 對民進黨來講 我是很驚訝 蔣灣怎麼會笨成這個樣子 而且你說你他一參選就此 這也不對 因為那時候執政黨是柯P 執政黨不是國民黨 柯P那時候力量還很強 柯P是因為選後 大家才發現民眾黨是四趴黨 否則那時候補選會變成 市長也在選 立委也在補選 市場一變大亂 那也不對 簡單講現在王文威最大問題 就是國民黨現在 要不斷地自圓其說 民進黨都沒講話 他就開始說 你看民進黨政治操作 什麼落跑 朱鑫姐直接出來講說 民進黨現在就是沒得罵 所以才只能罵落跑這件事 那請選民 這算不算落跑 選前還是三盟 我要為您服務 我是最好的議員 請到他搶救我 集中選票 選貨連宣誓都沒有 現在造成王文威 連宣誓都都不是 他敢跑去是因為聖誕節那天 11月20號敢跑去那邊舉手宣誓嗎 不敢嘛 那時候差一個禮拜 差兩個禮拜就要投票了 就要投票了 那你沒宣誓 其實他是保持一個彈性 所以王文威是保持一個 可以落選的空間 放心讓他落選 因為他還是議員 補宣誓就可以了 所以這場局勢就是因為 蔣萬的愚蠢造成現在大亂 但是對民進黨來講 民進黨當然很有機會 民進黨那個徵招不是亂徵招 其實民進黨是做過多次的黨內民調 確實是吳毅龍最高 那吳毅龍在上一次 其實他很有機會擊敗 講話 因為上次的選票分裂 因為還有第三者參選 那時候大概跟民進黨選票 有相當的重點 這是確實 像鄭奧所講的 民進黨大敗以後 通常都是靠 就是靠那種補選的勝利 就在休克之中 讓民進黨再活過來 所以在現在三場補選 其實對民進黨來講都很重要 那因為臺北市 這個首善之區 這會吸引大家的高度 高度關注 這是必然 但我覺得民進黨在這場補選 就因為國民黨一出場 就這樣亂成一團 而且吳毅龍在當地 在這個選區有很強的一個基礎 如果民進黨在這個補選 非常有機會 很有看頭 請問一下正好剛剛提到 就是臺南那次 就二零一八年 然後黃偉哲內席 就是郭文補選內席 特別提到賴復在那個風雨中 然後連他平常最在乎的形象 連那個中分頭 什麼都變成這樣 內席你們真的是卯足的權力 覺得內席輸 整個民進黨就垮了的感覺 那當然 尤其本命區 台南如果要是民進黨那時再輸 那不得了 那次我也是劈頭散髮 那時候天氣就會很不好 對 然後那個區是全台南已經很綠的 最綠的區就是哪個區 我印象很深 那時候就是麻豆 麻豆大概都 民進黨大概都八成起跳的選區 結果上去掃街的時候是每一個一個罵 真的喔 那時候就就就就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緊張 所以你們這個擔心連內區都失守 當然啊民調從頭輸到尾 一直到後來 因為因為謝龍介出來攻擊什麼 什麼以外一斤多少 一斤多少錢 後來因為他胡說八道講錯嘛 所以跟四十 反正就是後來是國民黨自己犯錯 才最後的扭轉 而且他說韓劉威力還在 韓國瑜剛當選 韓國瑜去那個選區辦一場造勢王會 我還特地那個 那黑衣 冰真穿黑衣服 你去現場看 戴上帽子 連上鬍子 跑進去看 我真的我真的嚇到 因為那時候在善化 善化也不是在市區 不知道哪一來的人 像我們這種觀察選舉都會去看 遊覽車多少台 不是呢 是一片的機車 汽車都自己來的 嚇得真的是手腳發軟 因為知道那個如果再輸 而且是在台南意義不一樣 所以那是確實啦 民進黨卯足的勁 這一次雖然是在台北 但民進黨依然有一個很好的機會 有一個自稱自己不會那麼不要臉 絕對不會選擇 那現在突然間選擇 就自己說我這個不是落袍 我這個是因為富有使命感 我這個是因為有理想 我不得不拋棄你們 選民會接受嗎 所以現在對你們來講的話 尤其王鴻鴻這樣 我剛剛講對國民黨的意義也不一樣 對 蔣灣的本命區 剛選上市長 如果這一期丟掉那不得了 可是現在看起來的話 這個問題尤其剛剛講到什麼 連就職宣示 這些會造成很大困擾嗎 我們為什麼會要求王鴻鴻出來選 原因就是因為只有他可以贏 黨中央現在做了非常多民調 就只有王鴻鴻能夠贏 其他人都差一大截了 所以想盡辦法都一定要勸他出來 那王鴻鴻 當然你可以道德非難他 你落跑 可是大家從那過程可以看得出來 他確實是沒有要選 實際上黨中央是第一時間一直鎖定他 那時候蔣灣一辭職 我們地方黨部主委黃綠錦盧 就去王鴻鴻的總部在等他 就跟他講這件事情 王鴻鴻那時候正在進行議員的出選 選舉 他沒有就沒有想到要去參加補選嘛 所以他確實是為黨扛這一戰 那很多人就一直去質疑他說 有沒有落跑有沒有落跑 好像這個媒體人黃偉翰也在講說 哎呀這個他就跟馬上料到 林俊憲委員會這樣講他嘛 就是說哎呀一定 大家會開始攻擊王鴻鴻 會啊落跑議員的這樣的議題啊 而且會打到什麼祖宗十八代啊 而且這一次補選的焦點就是他嘛 就是沒有其他的選舉了嘛 就是這個選舉嘛 所以大家就照三攤講他落跑這件事情 那王鴻鴻昨天也有回啊 他說對 遺憾的話都屬實 但是因為這期不能敗壓力太大 所以底的鋼盔往前衝了 那他也預設到有這個槍林彈 那俊憲委員剛剛在講說那個 蔣萬安怎樣怎樣 我覺得現在去酸蔣萬安沒有什麼意義 反正他已經當選市長 所以蔣萬安只要好好做市長 我覺得這都不是對他有太大問題 那當時的氛圍確實沒有人會想到這期補選 我覺得啦 因為當然就是想要選上市長了 所以當時你不認為他會當選了 當選一定會補選 我覺得大家重點是放在選市長 那可能這一席就是說 我們先來勸王鴻威 然後以後再想辦法再把他勸下來嘛 我覺得可能就是這樣嘛 那從結果論來講的話 黨部也是神奇妙算啊 就還是有勸下他 因為我們發現就是 你不是摸著石子過河的感覺啊 就是我們覺得有有智責試進程嘛 就是確定目標一定可以達成 就像我覺得朱立倫有在這次布局 有幾件事情都是這樣子 比如說那時候推張善政 那時候地方也是反彈一大堆 但他就是可以找一些人脈啊 把這個化解啊 最後可以團結啊 說是不是這個找到這個必勝方程式 所以用這個方式去去勸王鴻威 然後再來就是所謂落跑的問題 我覺得當然我覺得朱竹姐講的沒有錯 就是好像沒有東西打這個落跑 可是可是這個落跑 真的選民真的認為說 有那麼嚴重嗎 你看包括那個嘴最刁的李正浩 都不認為那麼嚴重 那其他民進黨也有很多議員 也是前車之鑑啊 比如說台中的那時候黃國書 是民進黨本來是議員嘛 也是選完沒多久啊 也是一直跟大家講說告急啊 投我啊 我會好好服務啊 結果也好像不到一個月吧 就去補選林家榮那一區 然後很多的他們的民進黨議員也是 就算不是參加補選 也都是半年後 去參加民進黨立委的初選啊 那個也是一樣的狀況啊 大家投給我啊告急啊 我會好好服務啊 也剩半年之後去選立委 所以這種情況是 我覺得藍綠都很普遍的狀況 那很多人也因為這樣當選的立委 代表選民給他肯定 讓他更上一層樓 所以為什麼這個同樣事情 在國民黨就成為一個問題 在民進黨就不成為一個問題 所以這個如果說民進黨要打這一點啊 我覺得反而是王文會不見得不利啦 那反而是我覺得吳怡農被攻擊的點蠻多的 我覺得我是剛剛李正濃講的 我90%都認同了 唯一有一個比較不認同是說 他說吳怡農是一個素人 吳怡農四年前是一個素人 三年前是一個素人 因為他那時候剛好像 剛什麼國安會專門委員嘛 然後帥帥的肌肉很大 然後看起來形象很清晰 然後人家都把他形容成說雙帥對決嘛 就是他跟蔣萬里雙帥對決 然後那個時候的檢驗的焦點 也不是只有在那一區 反而就是全臺大檢驗 然後提到那一區就是很多農夫啊 然後來朝聖帥哥 都是往好的點去形容嘛 可是這一次呢是只有一個焦點 那吳怡農講的每一句話都被放大檢驗 那他幾年前這幾年 其實很多事情可以被檢驗 比如說他這個去講漢光演行是最大的演戲 這個事情民進黨就有點對他就很不滿 連蔡總統都講說你不要你不要不敬公平 還有就是比如說他有我記得有一次 他在一個挺臨場佐的一個活動上面 因為舔嘴巴 然後就說我忘了說什麼 因為那個蔡總統襪子很好看 珍珠奶茶造型 就是講了很多事情就 我覺得他已經不是素人了 很多有一些印象 可以被檢驗的已經有很多可以被檢驗 那這一次如果是一個民進黨打落跑 對上吳怡農怪怪的 有時候講話怪怪的 兩個對戰 這個錄死誰手 這很難講 但我們當然對王洪威是有信心 而且現在國民黨不是不會被非常挑撥 現在其實大家滿團結的 包括昨天王洪威確定要選的時候 徐曉星也跳出來了 徐曉星大家都說 以前他跟王洪威有點嫌隙 王洪布建廣大家都知道 他也跳出來說 這次絕對力庭 你不是一個人戰爭 你還有我們 那王洪威負責北松山 中山區陳秉甫實力雄後 全力輔選 團結的國民黨 我覺得是可以打贏 打贏現在就是想要立挽狂瀾的民進黨 你為什麼一直在那表情看 因為徐曉星來不及牽戶口 這個就是講話亂辭職 因為他一辭職 眾前會公告 徐曉星要跑去護政事務所來不及 對 我覺得 你說如果來得及徐曉星 就不會讓王洪威權 這個極有可能 但這個這個不 你要說落跑 國民黨現在幫王洪威辯護了 說這不是落跑 這個其實也是 因為他根本連就職都沒 他根本還沒就職議員 那算這算落跑嗎 我跟你講 落跑是國民黨自己的心魔 因為國民黨現在一開始就是講 民進黨被收到落跑 只不過他消失的速度 確實比韓國瑜還快 韓國瑜至少還就職以後 才離開國中市場位置 這個就交給選民去猜電 OK OK